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人很久了还没出来 然后我就去敲门 敲了很久的门也没有人印 后来我去告诉了前台哥哥 不久后警卫叔叔们用备用钥匙打开了那个厕所的门 打开门后他们发现里面有一位女生倒在地下 那个女生的手臂一边是被皮筋绑着的 地上还有一个一次性的针筒 警卫叔叔们确认了这位女生没有呼吸 就将她挪到床位上 而我就在远处观望着 我看到医生护士们纷纷赶来 开始抢救并检查 幸亏抢救成功了 但过了一下子这位女生就被送去了ICU 作为义工的我就问护士姐姐探索情况 得知那位女生因为吸毒海洛因导致瘫痪 虽然抢救成功 但是得依靠插管来呼吸 并将永远成为植物人 后来这位护士姐姐警告我说 千万不要碰毒品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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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